欢迎收看50种室内植物养护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一幕花卉的主理人陈一幕 今天让我们来开启第38堂课 在第38堂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落地摆的大型盆栽 家里养的最多 那就是幸福树和绿宝树的养护技巧 那幸福树和绿宝树都是一样的植物 这个一样主要指的是 它们都是来自紫微科菜豆树属的植物 它们都属于菜豆树属 养护技巧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堂课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来讲 幸福树以及绿宝树的养护技巧 在室内养护幸福树和绿宝树的时候 很多花有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掉叶片 黄叶片和黑叶片的现象 这些原因的出现 都是因为不了解它们的习性导致的 那这堂课应不将详细的讲解 在室内盆栽当中应该如何养好幸福树和绿宝树 以及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它们的习性 我们来看吧 好的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幸福树和绿宝树对光照的要求 那幸福树也好绿宝树也好 它到底是喜阴的还是喜阳的呢 这里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 它们一定是一个喜阳的植物 它不是喜阴的 但是它们的特点是非常的耐阴 你把它养在阴性的环境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家庭盆栽里面 幸福树绿宝树是可以摆在客厅里的 卧室里的 你摆着没问题 阳光不足 甚至没有阳光 它也长期不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 如果你想养好它 而不是说仅仅观赏它 你想把它养得很好 那么它是需要阳光的 光照充足对它的生长是很有利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植物 春天秋天冬天可以晒太阳 夏天阳光太猛烈的时候就不要晒 容易晒伤 其他季节是完全可以晒的 它是喜阳的物种 它不是洗阴的 所以这个关于光照的方法论 我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把它养得更好 在春天秋天冬天 这三个季节让它晒晒太阳 如果说你想长期观赏它 放在室内也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它对光照的适应面很广 幸福树 绿宝树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光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 幸福树和绿宝树浇水的问题 这一类的植物 现在你买回家 绝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田园土栽种的 田园土有什么缺点呢 它的保水性 透水性都是很差的 所以在家庭盆栽里面 我们要给它浇水 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量 知道吗 不能够浇水太多 很多花友啊 养幸福树绿宝树 出现大面积掉叶 黄叶 都是因为浇水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特别是天气炎热 和天气很冷的寒冷季节 浇水千万不要太多 如果一旦浇水太多 花盆里面产生了积水 像这种叶片呢 它没有什么抗烙性的 非常怕水烙 水一烙 就会掉叶片 黑叶片 黄叶片 所以对它的浇水量要控制 你看我这盆土多干燥 这么干燥 我也没有马上浇 那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浇呢 首先要看到它的花盆 盆土要彻底的干燥 干透 如果说你在室内养的话 花盆盆土干透之后 再浇水 干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浇了 像这样 给它浇水 浇水的话呢 可以把它浇透 因为我这是一个大型的盆栽 叶片比较多 你就一直浇一直浇 浇到呢 花盆的盆底 有水持续的流出来 像我浇这么多 盆底肯定是由水流出来的 流个五秒 没有问题 这盆土 盆底会慢慢渗进去 被它吸收 这样的话呢 就是达到一个浇透的目的 干透可以直接给它浇透 那大家发现 如果说是用 用这个田园土种的 它经常会出现板结 根本就浇不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花 有家里养的这个幸福树 包括绿宝树 浇水浇不透 就是你看我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它浇不透 为什么浇不透 土壤板结 那如果出现了土壤板结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要有定期帮它输松土壤的习惯 对它的健康有保证 我们可以用一个铲子 来输松土壤 帮它的土壤呢 输松一下 让它的水啊 能够更容易的透进去 像我这样啊 你们家里如果的幸福树 绿宝树 也有这种土壤板结的情况 输松土壤是第一步要做的 这样你的幸福树和绿宝树 才更加的健康 知道吗 像这样你看 挖了一点土壤出来 让它的这个土壤更输松 大家也要这样做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你可以在后期给它施肥里面 改变一些施肥方案 这等会我们施肥再来说 那包括浇水输松土壤 这个是养好它的非常关键的技巧 接着我们来说浇水的第二个事项 就是幸福树也好 绿宝树也好 它们是非常喜欢高湿度的植物 在家庭盆树每天早晨和傍晚 一定要给它喷上雾水 在室内盆树尤其如此 像我这样 你可以用水打湿 如果用有水雾枪给它喷雾 也是可以的 把它的叶片全部像这样打湿一遍 目的是增强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可以预防它黄液 每天早晨一次 傍晚一次 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树也好 绿宝树也好 它的叶片密度真的非常的高 你看这么多叶片 所以我们在家里盆栽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通风养护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种植物很容易感染病虫害的 如果密闭养护就很容易得病 所以在家庭盆栽的时候 条件允许把它搬在一个经常开窗的地方养它 帮助增加它的通风性 可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幸福树和绿宝树 这个是幸福树的失肥问题 家庭盆栽一定要有失肥的习惯 失肥不仅能够促进它生长 关键是可以增强它抗病害的能力 这个很关键 它就不容易得病 叶片就不容易发黄 那失什么肥呢 如果你的幸福树土壤 比较疏松透气 没有板结 那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复合肥 复合肥就可以了 每隔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往它的花盆里面倒一点复合肥 这样每次浇水的时候 都可以被它吸收进去 被它吸收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花盆 有板结的情况 土壤板结比较厉害 那我们可以改食另一种有机肥 有机肥的种类非常的多 有粪肥 比如羊粪肥 牛粪肥 鸡粪肥 还有饼肥 比如菜籽饼肥 还有呢 有机肥的植物营养液 用植物节感呢 用植物做成的 植物叶片呢 节感做成的 这个也有 那我手上拿的这种 就是一种有机肥 用植物的节感做成的 就是用植物来做的 有机肥 有机肥的作用就是 它可以帮助 增加肥力的同时 还可以改善土壤板结 我们可以倒入这个瓶盖 倒进去 然后呢 再水壶 把水壶加满 加满之后 直接给它施肥 那这个肥料啊 不仅能够促进生长了 关键呢 还可以改善土壤的板结 让它的土壤以后 更加的疏松透气 这两种肥料呢 可以不要一起用 这个是给它做示范 来做的 那如果说你要施肥 就可以用有机肥 直接给它灌进去 灌在土壤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不仅能够满足施肥的要求 还能改善土壤板结 对它健康非常有帮助 像施有机肥的话呢 基本上一个月 给它用一次就足够了 所以家庭啊 一定要有施肥的习惯 我们再来说一个 幸福树过冬的问题 幸福树 它是一个怕冷的植物吗 是的 它非常的怕冷 在家庭盆栽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冬天啊 不要把它养在太冷的环境 把它搬在你室内 温暖的房间去养它 冬天最好要高于10度 它不是非常耐动的 不要把它低于5度去养护 否则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冻伤 低于10度有可能会黄液 所以说在冬天高于10度去养护它 就远远的足够了 要有过冬的概念 而且到了冬天不要浇水太多 这也是我反复重复的 非常的重要 冬天注意保暖和少浇水 好的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如何修剪幸福树 这个问题很多花友都有疑惑 那今天一幕就来教大家 幸福树在家庭盆栽里面 对它的生长来说 一般没有修剪的要求 就是它长长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它是一个官业植物 但是很多花友都有要求说 我的幸福树长得太高太大了 我不喜欢我要剪它 我怎么剪 我就教大家两个字 叫做自信 要自信的修剪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不满足它的形状 你觉得它哪一面长高了 大胆的自信的去剪吧 没有什么其他的条条框框 没有的 只有一点就是不要剪太多 尤其是在天热的季节不要剪太多 少剪一点 最多最多不能超过整个 植株枝条的三分之一 否则有可能剪死它 注意这个就行了 那其余下剪子大胆的剪 你看一幕的 如果说你的幸福树长高了 长残了不好看 我们这个剪 剪 剪 剪打它的外围 里面剪 底部剪 这里也可以剪 只要是你觉得这个枝条 它不满足你的生长的条件 它不满足你生长的 它生长的位置 你都可以给它这样做修剪 自信的去剪它 没有任何的问题 剪哪里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植物本身就是比较耐修剪的 不会因为你修剪造成什么样 只要你不要剪太多 都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情况下 大家完全可以什么 放心的大胆的去剪 不要有太多的疑虑 看到就剪就行了 想剪就剪就行了 这个就是幸福树的修剪 总之两个字 提醒大家就是自信 只要你觉得它的造型不满意 剪 剪上你想要的形状 懂吧 所以说大胆的剪 自信的剪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 那这堂课关于幸福树和绿宝树的养护技巧 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养换看你们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